如果美国真的撤销对华关税 股市可否有1000点的升幅 如果你说撤销关税 我觉得是难的 有1000点的升幅 刺激未必那么多 甚至乎有没有升幅也难说 可能有 但可能真的很少 因为我想有几样东西 当然如果你说撤销得到 某场上都属于一个正面消息 但问题是这个消息都传了两个月 两个多月 不知两个月四月开始传出来成三个月 所以现在就算是落实 都只是落实 在市场已经充分预期 美国那边好像有些保留 对 始终里面亦有分歧 而以来最终如何撤销 都未知 因为近期说得最多的 可能只是撤销部分 例如民生性用品的关税 但去到一些比较高端的产品 科技那些就一定不减 甚至可能价格也不奇怪 所以变相是否真的这么单面 等于见到减关税这几个月出现 就觉得中美是好了 令到事势大升 这个说法就未必太成立 甚至乎你都知道美国为何要减 那个背后原意都是一个通胀 它都是为自己 不等于对内地是有善意的声出 不是关系的收补 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 这样是一个很大炒的现象 但当然从消息面上说 我又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差的消息 如果有的出来 当然属于一个好的方向